他这个心境上跟讲话上的改变 是不是自己有什么 是不是之前有什么转污点证人啊 企业家自白啊 对他自己的信心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因为你还记得九月底的时候 那时候阿宾他到台南的寄宫庙 不是求了一个这个预言吗 说是关关难过关关过 那时候很高兴说 哦自己应该渴望过关了 哇结果现在发展的下来呢 是不是急转直下 连孙明师都开始担心说 哎啊当初那样讲 是不是神的这个所谓神明的旨意啊 被曲解了啦 到底会不会关 现在算命师又改了一个说法了 说陈前总统求仁得仁 就算被关也没关系 在一起啊 说明两个上天 能听单情总统的这个功德 做起来而已 算命师难难自语 关关难过关关过 这句曾经带给陈前总统 无限希望的预言 难道出错了吗 随着喜奇案的发展 算命师对鸡桶的预言 有了不同的解读 有一点出入 我知道我知道 这个无所谓 你们要 你们要这个批评 要指教 这个我没虚心接受 他只是在暗示 暗示这个问题而已 暗示的就是说 这句话的含 是出了撒谎 你们不要一直把这个焦点 放在关跟不关 这些都是脾跟肉 难道是曲解了神的旨意 到底关不关 算命师也开始动摇 字面解读 关关难过 关关过 如果读成 关关 难过关 关过 好像也说得通 算命师根据陈前总统 近来发表的言论来看 陈前总统求仁得仁 一心想被关 恐怕连神仙也救不了 有关到无关 没关 因为是怎么有 这是历史工业 蓝绿的问题都 一级主管有够多 都有这个特别费的问题 是怎么跟他读关 谈起来 不是说历史工业吗 所以说他 没关系 他说求仁得仁 今天把他关系 他如果是要关 他要承担 没关 那是人我会关 基同的预言 灵不灵 算命师也没把握 仅供参考 终究司法案件 还是交给证据说话 才能让人心服口服 中天新闻梁家文 张玉昕 看南报道